我的第三張專輯下雨的晚上終於錄完了 然後做這張壓力其實很大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當製作人 而且這十一首歌都是我覺得很好的歌 就是我不想要虧待他們 那我在做的時候其實是用一種很輕鬆很自在 但是又很小心的心情在執行的 就是跟我的錄音室小袋兩個人在錄音室把他們完成這樣 那到最後要完成的時候其實心裡有一種很落寞 就是就這樣結束了嗎 因為過去的半年可能心情都一直處於那種很緊繃的狀態 不過無論如何我在聽的時候我心裡都有一種 這些聲音都是我在過去這半年裡面自己一個一個發出來的 然後都是我決定要使用他們的 就是感覺特別的強烈 應該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會這麼像在檢查 在很嚴苛的在聽自己的專輯吧 好那我的專輯也已經開始開放預購了 那預購的人可以得到這個 就是這個明信片 它上面會有這兩首一起跳舞跟下雨的晚上的歌詞 就是它會挑出我覺得很重要的歌詞 比如說像一起跳舞在這個需要改變的年代我們一起跳舞 好那趕快去預購喔 我很喜歡這張專輯 很高興 我覺得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